素食店的外送专线竟然沦为讨债集团的犯罪工具了 经营地下签读网站的竹联邦分子为了找赌客讨债 竟然假装是赌客打素食外送电话订餐 提供联络电话之后向业者套出地址 再趁机记下赌客的住处上门讨债 原警踩上椅子打开天花板 从里头搜出一包包毒品人赃巨货 贩毒的流行主席和其他同伙年纪轻轻不到30岁 会被警方盯上不止因为贩毒还嚣张打电话到素食店 骗取个资暴力讨债 警方一口气逮捕11名嫌犯都是竹联邦分子 经营地下签读网站 一旦发现赌客不还钱 立刻出动人马打电话到各大素食店 假装自己就是赌客订餐外送 业者询问是否送到上一笔送餐地址 为了节省时间主动附送地址 嫌犯趁机记下赌客住处上门讨债 客服会跟这个杨庄成被害人的嫌疑人 去核对行动电话 那回报相关的地址是否正确 虽然嫌犯乱枪打鸟 但成功取得地址几率相当高 让许多赌客不声其绕 素食业者为了方便顾客迅速点餐 主动爆出地址 但恐怕有触犯各资嫌疑 警方也将介入了解 同时要求业者加强管控 以免沦为有心人事的犯罪工具 请不吝点赞订阅